Hello大家好,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真剑 我是爱吃冰淇淋的米妹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部惊悚科幻片 请谨慎食用冰淇淋 一处偏远的煤矿场 矿工巡逻的时候发现了奇怪的东西 黏糊糊的还会冻 他居然还敢捞起来甜了两口 甜甜的软软的,好像冰淇淋哦 拉来供油一起尝 还提议将它包装成冰淇淋拿去卖 肯定能转翻 画面一转来到了一个家庭 正太半夜睡不着 溜到厨房想偷吃东西 打开冰箱 竟然发现冰淇淋倒了 而且还在动 还没等他从这震惊中缓过神爱 爸爸就逮到他臭骂了一顿 同时冰淇淋乖乖的自己爬回了杯子里 爸爸命令他上楼睡觉 然后自己吃起了冰淇淋 第二天小正太家里正在吃早饭 妈妈问他想不想吃冰淇淋 正太想起昨天的诡异事件 跟家里人说出了自己看到的真相 却没有人相信他 海上邮轮内 由于整个蛋糕业都遭到了严重的冲击 这种实惠冰淇淋到底有什么内部秘方 便找来商业间谍金发男去调查真相 金发男来到冰淇淋研发部门 研发人员表示 冰淇淋绝对无菌无污染 反而引起了金发男的怀疑 这么大批量的生产 怎么会一点问题都没有 研发员也解释不清楚 于是他又来到了拍冰淇淋广告的地方 遇到了负责人墨尔 准备从他下手 金发男根据墨尔给的情报 驱出找到了当时检验冰淇淋的治检员 但每当遇到一些犀利的问题 他就会开始打太极 整个人就好像被冰淇淋给洗脑了 还说自己的猎犬也很喜欢吃 随后找来了冰淇淋的一些原始文件 打发走了金发男 然而他前脚刚走 后脚治检员家里就发生了变故 他想要打电话求救 他养的狗却直接把电话线咬断了 狗嘴里还吐出了很多实惠冰淇淋 金发男在回程的路上 遇到了冰淇淋公司的小黑 他的弟弟把公司偷走卖给了别人后 就消失了 只留下了一个这里的通讯地址 他们前往旁边的邮局一谈究竟 只获得了邮件 都是寄到城市区的信息 突然邮局老板变得不对劲 倒地不起 口吐冰淇淋 冰淇淋还能够自己逃走 金发男来到冰淇淋分销商公司 分销商说自己从来没吃过冰淇淋 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但是大家都说好吃 只要东西好 他们什么都卖 他知道是谁把冰淇淋带到市场里的 那些人到处找分销商 想靠冰淇淋赚大钱 男主知道分销商有一个矿业公司 必然和冰淇淋有着千孙万缕的联系 步步紧逼下 分销商劝金发男不要再查下去 给了他一笔钱和一个职位 便打翻了他 拿钱办事的金发男也决定到此为止 但是英雄男过美人观 在莫尔的请求下 他们决定晚上去矿场看看 到了饭店后 郑太家却迟迟不开饭 下楼才发现 家人都拿着冰淇淋当饭吃了 还说如果郑太不吃冰淇淋 就不准下楼 他知道那是不好的东西 将冰淇淋全部倒进了厕所 冲都冲不掉 然后在杯子里倒上了一些泡沫 装作自己吃过了冰淇淋的样子 趁机跑出了家 刚好撞上路过这里 准备去矿场的金发男 两个人跟着莫尔来到了矿场 发现这里有一个巨大的冰淇淋池子 所有的冰淇淋都是出自这里流向市场 这些灰冻的冰淇淋 亏你们也真敢卖啊 金发男意识到 城市里的大部分人 可能都已经被控制了 立马抢了一辆车 找到了自己的军官好友 告诉了他真相 冰淇淋让几乎全国的人都中毒了 当他们回到矿场发现 所有的工人都已经死亡 冰淇淋们扔下了他们的宿主 逃跑了 异性人立马前往城市广播站 播放声明 美国人民正遭受着外星异形的威胁 千万不要吃石灰冰淇淋 如果被攻击 就用火烧它 事情败落后的几周 石灰冰淇淋被下架 遭到了所有人的抵制 金法男带着正太回到了分销商的公司 逼他们吃完了一整箱的石灰冰淇淋 然而这还并不是结局 某个地区内 一辆面包车卸下了满车货物 开箱一看 还是石灰冰淇淋 这些异形将仍然在市面上流通 看完这个 你还想吃冰淇淋吗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了 如果你点点关注评论的话 我就陪你一起吃冰淇淋哦 科幻真剑带你看进各种精彩科幻的影 小鸡蛋啦